今天我们 在思想圣经的记载 今天是马太福音 各位思考是马太福音的 第二章的一到六节 圣经说 当希律王的时候 耶稣生在犹太的活力行 有几个博士 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 特来拜他 希律王听见了 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他就召起了 自市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 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 就在犹太的活力行 因为有先知记者说 犹大帝的活力行 你在犹大诸城中 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哪里出来 牧养我 以色列 那这是一段非常特别的记载 特别讲到东方的博士 来寻找 剩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那如果知道有一个君王来到我们的地方 我们该如何来见 领袖 君王 大人 记得不久前 大概像上的 一个多月吧 那在三凡市开一个世界的峰会 很多国家的元首都聚集在三凡市 那个时候 整个三凡市的街道非常干净 那些homeless的帐篷一个都没有 而且呢 那些打人啊 强烈啊 这事情 一件都没发生 人家走过三凡市 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临近 非常的平安 因为有很多国的元首 来到三凡市开会 但是当那个礼拜的会开完之后 有记者就开车再走过那个街 看见最近 好像前几天吧 记者就说了 跟开会之前的情况打回原形 有君王来到的时候 他们打理的很干净 因为有大人物来访问 来开会 但他走了之后 这些人走了之后 这个城市打回原形 有意思啊 这个集结在报告的时候 我只知道啊 有些重要的人物来 我们要做准备 这是真的 非常重要 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这个统治世界的大君王 来到我们的地球 却没有得到很大很隆重的欢迎 是卑卑微微的 一个弱小的婴孩 生了之后 没有放在很豪华的 美丽的舒适的地方 放在马槽 一个卑微 一个肮脏的地方 他来到我们的世界 就是如此 神经告诉我们 他被包着布 放在马槽里 在当时见证这个君王诞生的时候 好可能在旁边的牲畜 比人还多 迎接这个君王来的 那些动物 那些刘啊 羊啊 马啊 驴啊 可能比人还多 天使 只把官府万民的好消息 传给小数的牧养人 只要几个博士从东方而来 跟一夜中 那个特别的心 而找到这个地方 这位君王 不是生在高贵的王宫里 繁荣的大城市里面 乃是无名的小镇 伯利 世上的父母 也不是王家的贵族 乃是乡间的小民 这些包围着耶稣 这个君王的身边 都是被任何世界上的人 对卑微 对贫穷 最为不足道的情况 这圣诞节的起 就是伟大的神子 要记录我们人类的世界 由极卑微 落小的生命 生下来 他却要做王 这道圣经特别记载 耶稣生的 降生的这个很重要的关键 他生在什么时候 他生在什么地点 他生来的目的是做什么 这个君王诞生 有神的时间 按照神的时间 他来了 按照先知的预言 他生在伯利行 按照神的吩咐 按照神的旨意 他生来 做我们的救助 因为耶稣的诞生 却把人的生命的特性 都显露出来 那从耶稣 降生的周围 跟他有接触的人 你看见 特别 我们看见 第一个是玛利亚 玛利亚的顺服 他接受了死亡的使命 一个未分的女子 怀孕 生孩子 这是淫乱 他冒作 被打死的生命 在这危险 接受这个使命 他是顺服 你看见越是这个伟大的义人 他可以明明的羞辱玛利亚 他绝对有权 但是他听从神的吩咐 他接受了玛利亚 一个伟大的义人 还有看西律 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惶恐不安 他影响到全城的人 也都不安 所以他认为 自己的权位被挑战 可是他绝对想不到 自己竟然在神的儿子 降生的事情 还有你看到 祭司长和文士们的 对圣经的不信 对预言的不信 当西律王问他们 基督当生在何处的时候 他们马上准确的 很准确的讲述 好像不需要什么准备 他们一问就对大如理 回答了西律王 他们清楚 旧约的预言 胜在伯利亚 但是他们却是不信 这些博士 不是付重大的代价 长途把现在来到 来到耶路森了 他很忠诚的 来追求那个新政事 寻找那个伟大 将士的君王 寻找神下来 犹太人之王的 不是付上时间 金钱 体力 各方面的代价 准备好而来的 找到耶稣的时候 他奉上他们所带来 最贵重的礼物 他相信必定找到 你知道吗 他如果没有相信 必定找到的话 他不要预备好几礼物来 预备好 就是说我一定会找到他 所以礼物都准备好 不是临时 随性预备 原来这些荣耀丰富 全能伟大神的儿子 为了我们这些罪人 降生到这个败坏的世界 这些人 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一下 我一老做耶稣诞生时候 身边这些人 我现在给我们很多 生命中的震撼 学习的功课 路加福音记载 耶稣生下来 要做救主 所以神用牧羊人去传开 马太福音记载 耶稣生下来 要做王 是博士来寻找他 这两个两卷的树 给我们看见 耶稣来的最重要的目的 他做救主 他做君王 他是耶稣 他也是基督 他是重要的 能得着了 把这个好的消息 要传开 有人得着了 要传开 有人为了得着了 富上无上的代价 你看这些人 好给我们好好的学习 今天我们基督徒 有没有 让这个好消息 告诉别人 让这些人 都能够寻找到这位救主 还有 当我们得到这个福音 这个美好救恩的时候 有没有像牧羊人 把上去传开 这是我们 救主诞生的时候 这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学习的顾客 让主提醒我们 年年这样的记载的时候 我们的心 就是 仍然 怎么新鲜 怎么火热 怎么受感动 为主 为我们的奖心 谢谢恩主 能力找到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为了我们 卑微的罪人 这样子 最宝贵的儿子 最圣洁 最尊贵的 救主 是给我们这个 败坏 卑微 的世界 里面的人 我们感谢你 这些年来 你的福音 改变了多少 那因为每次 纪念主降生的时候 在眺望我们 不但纪念你的 你的恩典 但能够传扬你的恩典 你来 要做救主 你来 要做君王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福音 是基督的圣灵 阿们